新闻头条先来带您锁定 这个星期二到大陆进行访问的日本公民党党魁山口纳金南 在今天是终于见到了中共新的领导人习近平 习近平与山口上午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面 山口纳金南将首相安倍晋三的亲笔信交给习近平 期望中日两国能够回归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 而习近平也说会认真地来研究中日的首脑对话 咱们解读这一轮的中日交手互动 我们的头条新闻带您深度了解 本周二就已经到达中国的日本特使山口纳金南 身上带着的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亲笔信 希望能够当面交给中共新的领导人习近平 不过日本媒体报道 等待多时的山口一直到要结束访华行程前 也就是要举行会谈前的一个半小时 才接到了通知与习近平挥舞了70分钟 这与同期访华的韩国特使金武新相比 日本特使明显是遭到了中共的冷处理 他还是这个软硬有两手策略 那维持跟公民党的友好的气氛 但是也这个不给日本一个等于是一个答案 就是这样的一个访问 是不是这个就能够让这个未来的一个日中关系 这个看到曙光 会谈中双方确认了中日作为邻国的重要性 习近平还表示会认真研究中日首脑对话 一直存在着钓鱼台争端的中日双方 在新的领导人上任之后 习近平的表态是否意味着中日关系 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在二月份的一个安倍的一个防美 那如果说说每日间还是继续在钓鱼台的一个问题上 强化日本的一个防备 我觉得会让中国现在的一个态度会出现很大的一个改变 除了安倍将防美 以及每日近日举行最大规模的夺岛军演之外 学者认为新的会期 日本将可能通过钓鱼台领域警备法 这些因素都是观察未来中日互动的指标 究竟中日双方新的领导人是否将对话多于冲突 国际关注 新团的电视政治新闻中心采访不到 我们下集 Корректор А.O. k.k.